不求最精准,但求省时间 大家好,我是呼呼 双十一就快要到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等着这个时候买手机的吧 显然各大厂商也都知道这个情况 于是集中在9月10月发布新机 应该有抢这个时间点的意思 前几天已经为大家制作了笔记本电脑的购买指南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手机购买指南 同样的,我会先帮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局势 然后再来具体的进行推荐 视频的开始我还是想再强调一遍 很多人会说买手机看的是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但是我还是觉得需求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人的需求是随时会变的嘛 五年前的需求和今年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有些人的需求还真可能就停留在五年前 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去专门找五年前的手机去买呢 显然不是,他还是应该买今年的主流型号 再者有些人的需求可能就比较超前或者是不切实际 比如说他需要比现在强十倍的性能 或者他需要手机的拍照质量超过单反 那他再有钱他也买不到的 所以买手机的重点是要看市面上有什么 而不是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看哪个功能很重要 或者是很牛叉 因为再厉害的功能如果大家都有 那也就算不上付费点了 就像我们都知道空气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我们却不需要为空气付费一样的道理 因此选手机的思路应该从我需要什么样的手机 转变为市面上的手机有哪些差异点 我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咨询 A和B哪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重要 你很少有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产品 一方完全碾压另一方的 所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 A和B相比哪里好 哪里差 好多少 差多少 然后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 所以我通常会用 我更喜欢其中的哪一个这样的语句来回答 因为毫无疑问 我只能给参考和建议决定权永远在自己的手里 可能很多小伙伴嫌麻烦了 说我不想听这些 你直接告诉我买哪个就好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直接回复手机推荐这四个字 就可以获得文字版的推荐列表 会比较省时间 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多听我说两句 首先我会从手机的基础功能 聊一聊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外观方面肯定通常是越贵的品质感越好 但这个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新iPhone就算用了多么牛的工艺 大家也一样觉得丑嘛 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判断 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性能方面 之前大家说性能主要是关注流畅性 而现阶段其实只要别买太便宜的 日常使用已经不太存在卡顿的问题了 虽然游戏性能上有一定的差距 但主流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 也都要求不高 如果有特殊游戏需求 还预算有限的朋友 可以找售价便宜的855手机 两天左右就可以买到 而到了3000多元以上的手机 那就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因为再往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空间了 关于手机的性能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同样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微信公众号 回复soc三个字母 或者手机处理器五个字 来获取详细的天梯图 屏幕方面 尽量选三星的 如果是OLED屏 分辨率千万不要低于1080p 拍照方面 现在千元机都有标配了 Sony MX586的机型 主流厂商的算法 也都没有太差的 因此 鉴于大部分普通人 对于拍照的效果 不会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毕竟用手机拍照 本身就也说明了要求不高 所以也没有必要想太多 续航和快充方面 电池大小 一目了然 肯定是往大了买好 目前4000mAh算是个标杆 尽量不要选低于3500mAh的 快充速度 也肯定是越快越好 苹果比较低只有18W没得选 安卓反正计量超过这个数值 旗舰机的话 40W算是一个分水岭 会有比较明显的感知 另外还可以关注一下 有没有无线充电等功能 我们买手机基本的品牌型号 确定以后 最重要的也就是选个配置了 也就是选存储 比如说是6加128G的 还是8加256G的 其实关于后边的闪存 也就是128256这些 大家都比较理解 就是越大装的东西越多 比如说拍照片或者拍视频 比较多的朋友就知道 那应该选个大一点的 而对于前面的运行内存 很多人就懵了 这个运行内存到底是干嘛用的 比如要不要多花300元 从6G升级到8G呢 我这里简单来解释一下 其实需要大内存的场景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超大型的游戏 和超大型的软件 第二个是需要经常多任务同时工作 或者需要经常的切换 首先第一条 一个游戏或者是软件 就需要占用很多的内存 如果玩游戏的时候内存不够 可能会出现卡顿 甚至玩到一半突然退出的情况 当然了 主流的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 并不算超大的游戏 4G内存也完全够用了 第二条 如果同时打开多个APP 内存大的手机 前台运行一个 后台的也都在内存里面 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 你在切换这些应用的时候 它们会马上跳出来 不需要等待 而如果内存太小 为了保证前台任务的流畅运行 那么后台里的很多APP 就会被关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杀后台 这个时候想要再用这些APP 就需要重新加载 大约可能需要个几秒钟的时间 越大的内存 就越不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也是个概率问题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手机只要一开机 因为系统它也是软件 也需要占用一部分的内存 剩下的才是其他APP可用的 另外就是系统也好 普通的APP也好 占多少内存 往往是有弹性的 当你的内存大的时候 它就多占一点 当你的内存小的时候 它就少占一点 所以大家其实只要根据以上的这些来判断就可以了 目前来说6G和8G都是可以的 而只用微信这种轻量级的操作 其实4G都够用 而12G目前来看稍微有一点浪费 最后今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也是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买5G手机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5G手机通常要比同配置的4G手机贵个500到1000元以上 加上目前没有中端的5G手机可选 所以还是需要花不少钱的 其次你需要考虑你所在的城市 如果是一线的大城市 那么普及的可能会相对快一些 如果是三四线小城市 那么暂时还是先别考虑了 而最重要的是5G能够带来什么好处 目前的5G网络还是以4G网络为主干的 所以目前能够享受的仅仅是网速更快了 更准确的说法是带宽大了 主要的体验当然就是手机下载应用 或者下载歌曲缓存视频等 用的时间会更短 那么这个对你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其次你的手机带宽上去了 不代表你要访问的网站 就会给你提供这么高的带宽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懂了 比如你家的带宽是300兆的 但是你百度网盘没有买会员 那你能享受到这300兆的带宽吗 所以5G的发展还是需要过程的 不光是硬件和网络的普及 还需要有相关的应用 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来决定要不要买5G手机 然后知道了这些配置相关的信息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就是品牌的选择 简单来说除了苹果和华为 使用的硬件相对特殊一些 其他的品牌其实都差不多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品牌画像 说一下各个品牌的特点 苹果手机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比较高 品质高 但是售价也高 华为手机优点比较突出 目前主要是拍照方面的 并且产品经常有很多的创新 售价会比苹果低 但是比国内的其他旗舰也有一定的溢价 荣耀是华为用来占领中低端市场的 但是为了和华为的旗舰有区别 经常会在一些细节上面有缩水 三星同样是硬件品质比较高 售价也高 但是个人感觉目前没有华为吸引力大 小米之前是性价比的代表 但是现在由于其他厂商也开始拼性价比了 价格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小了 所以目前感觉产品整体会比较平庸 而且目前Redmi这个子品牌 总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性 但大体来说 小米依然算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个品牌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 它可能不是市面上最划算的 但是基本上买它也不会吃太大的亏 OPPO Vivo以前是高价低配的代表 而最近发布的Reno Ace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信号 OPPO居然也开始玩性价比了 所以小米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另外OPPO的子品牌Realme在性价比上甚至超过了小米 几乎成为了中低价位的最佳选择 而Vivo的子品牌爱库 更多的是在朝游戏手机的方向去发展 特点是处理器好售价低 但是在摄像头等其他方面会有一些缩水 一加在硬件上和OV真的是太像了 另外它在国外比较火 算是海外党的一个不错选择 基本上这些就算是主流的品牌了 还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牌子可以备选 目前感觉魅族优于努比亚优于联想 华硕黑砂红魔等游戏手机的特点和刚才说的爱库会比较像 处理器好而影像系统方面会稍弱一些 操作系统方面苹果的iOS比较特殊 很多人喜欢苹果的生态圈 加上如果有其他的苹果设备交互的体验会非常好 但其实它的功能是比较少的 也没有安卓那么灵活 而很多人所说的流畅度 其实目前已经不能算是特别大的优势了 因为现在安卓机其实也挺流畅的了 而安卓手机方面其实现在系统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了 如果要求不高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感觉上还是小米和华为的系统可能会更加成熟和完善一些 功能上也更加的丰富 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比如说是像我家一样有很多的米家产品 那我就会更希望有小爱同学 而如果你刚好有华为的笔记本 那么一碰传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都是个大概情况 其实通常来讲每一个品牌都有比较好的型号 也都有比较差的型号 也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大家最好背友某某品牌 就是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想法 好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从低到高来看一下具体推荐的型号 首先千元机及中端机 这部分因为预算有限 所以肯定是要有所取舍的 我这里给大家一些推荐配置 也可以理解为下限 再低就不是省钱 而是在浪费钱了 处理器方面可选的有麒麟810 高通骁龙710 712 730G 还有上代旗舰845 内存要4G以上 存储要64G以上 屏幕方面尽量选择三星提供的屏幕 尽量避免低素质的LCD屏 不要买1080P以下的OLED屏 摄像头方面应该重点注意主摄像头 尽量选择索尼的4800万 或者是三星的6400万 副摄像头如果有广角或者长焦的 可以加分 200万的景深或者是微距镜头 属于凑数的不用在意 快充尽量在18W以上 具体型号 第一个realmeq 购买理由就是个便宜 最便宜的骁龙712处理器 Sony MX586 20W快充 推荐的最便宜的998的版本 对于这种机型来说 并不推荐高配版的 主要是买这个本来就是为了便宜 而价格上去了 那就有其他更好的型号可供选择了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一下 我个人认为目前这款手机 就算是下线了 不要买比这个更便宜的了 比如说Redmi 8A 相同的配置便宜了300元 但牺牲了什么呢 骁龙439的处理器 对比712性能降了一半都不止 屏幕分辨率只有720P 单摄像头并且缩水严重 要知道 iMac 586可是3000多的手机 都在用的传感器 而且甚至连指纹识别都没有 你不觉得为了这300元 也太不值得了吗 这简直可以说是手机界 性价比最高的300元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千万不要买 售价过低的手机的原因 好 第二个 realme X2 买这款手机的主要理由是 它用了同价位很少见的三星OLED屏 其他的配置也几乎没有短板 性价比极高 并且有低配版可供选择 另外 OPPO K5和realme X2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售价稍贵 且没有低配 Econio 845版 准确来说 这不是一个具体的选项 而是一种思路 就是选845的手机 以求得到较高的游戏性能 和便宜的价格 显然目前这个价格是不合适的 如果还有货的话 那么双十一可能能降到1500 1600左右 那就比较值得了 另外同样的思路 还有一些上代的旗舰手机 如果还有卖的话 比如说Mix2S 米8 魅族16等等 主要就是为了个845的处理器 但是他们的电池都不如爱库的大 所以作为备选吧 荣耀20S 麒麟810的处理器 小屏 还是LCD的屏 其实它的性价比是要比9X更高的 但是由于它没有低配版可选 因此单看售价并不便宜 另外华为的Nova 5Z和荣耀20S非常像 还有更低配可选 算是我想花低价买个华为手机的标准选项吧 还有一些备选机型 没有当做首选 可能是因为有部分短板 可能是由于价格稍高 但不代表这些手机就不值得买 而且就算推荐名单和备选名单里都没有 也不代表就不能买 关键还是要看价格 备选名单里 第1个小米CC9 处理器性能比较低 但品质感比较好 相机规格比较高 算是个比较特别的选择 另外大家还可以重点关注下 即将发布的标配1亿像素的CC9 Pro 能更好的体现这个系列的特点 而荣耀9X主要的优势 依然是7nm的麒麟810处理器 主要的缺点是屏幕素质比较差 而且充电速度只有10瓦 Redmi Note 8 Pro主要的优势是功能丰富 NFC红外什么都有 并且也有低配可选 售价比较低 但是屏幕素质比较差 联发科的G90T处理器也相对表现比较差 第2类性价比旗舰机 主要是指能用尽量低的价格来购买到旗舰的处理器 因此推荐的处理器当然是麒麟980 骁龙855和855家 内存方面推荐6G到8G 而12G目前看起来意义不算是很大 存储当然是越大越好 摄像头方面主摄情况其实都差不多 可以关注一下是否广角长焦辐射都有 是否有光学防抖等等 推荐机型第一个 iQoo Neo855版 主要的理由当然就是 它是最便宜的骁龙855的手机 4500mAh的大电池 33瓦的快充 比较适合游戏用户 但是注意为了855的处理器 其他的地方有一些缩水 比如说相机的规格比较低 并且缺失了NFC 然后Redmi K20 Pro 虽然不是最便宜的骁龙855手机了 但是各方面的配置会比较均衡 相比爱库855和魅族的16T来说 相机的规格更高 有NFC 并且由于是老机型 所以预计还有可能进一步的降价 然后性价比旗舰机里面 重点推荐的就是90Hz三剑克 分别是Realme X2 Pro 1加7T和OPPO Reno Ace 虽然和其他的手机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这个90Hz的刷新率 但我主要的推荐理由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配置比较均衡 以及非常合理的售价 当然这仨简直是太像了 基本上就是同一台手机 细微的差别 我放在了上面的这张表格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其中Ace 12G的版本贵太多了 所以不太推荐 然后小米9 Pro 5G版 理由是这是最便宜的5G手机 并且还有30W的无线快充 电池也要比小米9要大 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振动马达等细节部分的升级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而这一部分的备选名单里面有 魅族16S Pro 相比起来它更加轻薄 屏幕较小 并且还不是一行屏 各种配置也比较均衡 售价也便宜 但是电池略小 买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总体来看 不如90Hz三剑克更加诱人 所以当做备选吧 魅族16T相比爱库855版 减分像是塑料机身和快充速度 仅为18W Redmi K20 Pro尊享版 相比普通版来说 主要就是升级了骁龙855加 但是配置上 相比90Hz三剑克来说 稍微有点平庸 并且细节部分也不如魅族16S Pro 比如说振动马达 双扬升器等等 但是如果降价很多 那依然是不错的选择 荣耀V20 20和20 Pro 这些用的都是LCD的屏 喜欢LCD的朋友可以考虑 这三者主要的区别 是在摄像头的规格方面 另外荣耀V30 好像是快要发布了 所以喜欢荣耀的朋友 建议还是先等一等 然后 爱库5G Pro 总体来看和小米9 Pro 无论是配置和价格都挺像的 但是感觉不如小米9 Pro 更有吸引力 比如说30W的无线快充 振动马达 以及小米生态圈等等因素 最后高品质旗舰机 处理器上当然是苹果A13 华为麒麟990 以及高通骁龙85加 这三个最先进的 内存依然是首推6G和8G 存储尽量还是128G以上 显示宾方面 还是尽量选三星提供的 摄像头方面 其实这种级别的手机 重点反而在算法的优劣上了 比如苹果和三星的传感器尺寸 其实挺小的 但是综合效果却很不错 所以这个也就别太在意了 这个级别不会太差的 快充 安卓手机可以的话 尽量能够在40W以上 并且尽量支持无线充电 推荐机型第一个 iPhone 11 选它当然是因为 能够以较低的价格 买到最新的iPhone 而且处理器也是A13 除了屏幕和缺少长焦镜头以外 基本上都和iPhone 11 Pro是一样的 分辨率问题不需要担心 细腻度没有问题的 然后华为Mate 30系列 Pro版的麒麟990处理器 双4000万像素的相机 瀑布屏 这次的屏幕还是三星提供的 素质比P30 Pro好多了 而普通版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 所以肯定在屏幕和相机等方面有所牺牲 另外由于贸易战的原因 Mate 30系列对于谷歌套件的支持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经常在国外的朋友需要谨慎的考虑 iPhone 11 Pro系列 苹果第一次用上了三摄 虽然早就是安卓玩剩下的了 但是重点在于三摄的配合和切换的体验很好 另外这次续航提升不少 虽然没有什么过多的惊喜 还取消了3D Touch 但是预算充足的苹果用户买就是了 那么备选名单里有 第一个是1加7T Pro 1加7 Pro在上半年来看 有很多独占的优势 而到现在由于3000元档 就可以买到90Hz的屏幕和UFS 3.0的闪存 7T Pro贵了1500 仅仅是把屏幕提升到了2K 并且还不支持无线充电 快充也只有30W 感觉有点不太值 华为P30 Pro 由于Mate30出来了 相比起来处理器屏幕都有劣势 已经让它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了 所以除非特别需要5倍的长焦镜头 就不要考虑了吧 vivo NEX3是瀑布屏的另一个选择 不过除了这个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三星Note10系列 安卓机皇 顶级的屏幕 硬件规格也很高 最大的优势是手写笔 但是也并没有什么其他无法取代的优势 加上最近指纹识别这个漏洞的问题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华为的Mate30 Pro 最后老款的iPhone要不要买 我个人建议还是尽量选新的 因为iPhone11相比去年的XR降价了不少 价格真的是很不错了 加上近年的型号续航普遍有比较大的提升 至少我感觉 X和XS系列是没有太大购买的必要了 最后来帮大家总结一下主要推荐的机型一共就这么多 算是非常精简的了 希望可以治好大家的选择困难症 其实现在手机这个行业真的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各家的差异点相对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如果你不是有特殊的需求或者是极其挑剔的话 不精准但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只要别买太便宜的随便找个曝光度比较高的机型 使用起来多半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太多的困扰 也不要觉得亏了好几百块钱之类的 因为你省下来挑选的时间也是金钱嘛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大家的构机选择有所帮助 也希望能够真正帮大家省一些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订阅我 还有一键三连点开铃铛什么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BONJ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